我們平常都是從薪水裡面 拿出一些幾千塊 然後存到另外一個褲頭這樣 比如說薪水下來的話 就盡量把一半 盡量不要再花另外一半就好了 如果您不像上述民眾 那沒有存錢毅力 那還能試試接下來的妙招 那兩隻豬的話 總共133590 這就當作是 今年的年中了吧 大方直播殺豬 網友分享自己使用 365存錢法 兩隻小豬鋪滿一年下來 不知不覺存了13萬多 365存錢法 是要第一天從一元存起 第二天存兩塊 到了364天存364塊 365天存365元 一年累積可達66000元 中的時候你錢比較多 那你就是從300多這邊開始存 那你可能繳稅沒有錢 就是從上面開始存 手上錢多錢少 還能自由調配 先存365天的哪天扣打 而同樣是無痛存錢的方法 還有他 52週存錢法第一週10元 下一週存的比上一週多10塊 一年累積下來也有13000元左右 懶得做表格 你可以試試亮晶晶存錢法 把新的硬幣存到鋪滿當中 一起來看看這一年半當中 我在這個10元小豬鋪滿裡面 存了多少錢 算下來總共這一年半的時間 我存了10970元 那雖然它所謂的無痛其實是金額小 而且它是養成一種生活習慣 所以叫做無痛 那我覺得最重要是 它不僅是一種暗示 而且是養成你一種生活的習慣 年關將至 過去如果都存不下錢 新的一年 您可以考慮這些無痛存錢法 小資也能變大錢 記者陳子芬 張艷成 台北報導